哈喽 欢迎回来 我是白乐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成都A机舱会的游走选手大帅 我们先请大帅给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成都A机舱会大帅 好 首先恭喜你们今天拿下了这个积分 你们的连胜还在继续啊 大家表现都非常优异 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到大帅 因为这周你们包揽了 全队包揽了周最佳阵容 有没有什么感想 感谢大家的认可吧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非常的谦虚啊 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大帅 那你自己的话会怎么样评价队伍近期的一个表现呢 还能进步吧 只能说 还能进步 对 那其实大家最近已经表现非常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觉得进步的方向可能是哪些地方 节奏和团战吧 感觉 还有小节奏吧 小节奏 团战 还有一些大的资源点的争夺 还能够进一步的优化 OK 那今天表现都非常的优异 在第一局的时候 当然我们中前期是一个逆风啊 但是你的张飞 在十分钟的关键节点 以及后期的团战 多次的一个关键开团 帮助队伍挽回了局面 作为一个就是 有走位 因为张飞这个关键开团点啊 你是在逆风当中 怎么去组织你的队友 去打这种反扑的团战 怎么去冲那种龙坑黑暗的视野的 其实呢 我不是很好冲的 就是他突然 我看见他我上有个印记 就感觉他要飘我了 然后他就飞过来断大了 所以其实你是感觉到 他有可能要上 其实提前做了一个预判是吧 对 所以当时在后面的局也是啊 因为第二局的时候 你使用的是朵丽亚 跟长生的这个上王婉儿 做了连续多拨的优秀的配合 双飞天嘛 打得是观赏性十足 现场的观众尖叫连连 这个赛就我们见到了 很多朵丽亚的搭配 亚连啊 凯啊 婉儿啊 很多很多 那今天大帅献身说法一下 你觉得朵丽亚最好搭配的 英雄和位置是什么 位置吗 就是最好搭配的英雄嘛 还是亚连和婉儿吧 感觉 亚连或者婉儿 为什么呢 这是强势的点 你觉得是 因为这两个英雄机制 冲阵都挺猛的 主要是一个冲阵 就适合打团冲 对 就打团很猛 打架比较厉害 OK啊 那其实这个赛季呢 我刚刚还跟大帅聊啊 就是第一次打比赛会有紧张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 这个上场的经验了 现在的上场打比赛 其实不会紧张了 对吗 没什么感觉吧 已经没有感觉了 已经是慢慢经验变得 越来越老到了 因为这是你在这个 A级的第一个赛季嘛 截止到目前的话 表现也非常的优异 为队伍贡献了很多的MVP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到大帅 你是对自己和队伍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先看能不能拿个春季赛冠军吧 看先能不能拿个春季赛冠军 好的 那立下了一个非常棒的目标 那也衷心地祝愿大帅和成都一场会 能够实现你们的目标 实现你们的理想 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 也感谢大帅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